在一节语文课上 老师正在用新老两个字造句 同学们 刚开车的叫新司机 开久了就叫老司机 采买的房子叫新房子 住久了就叫老房子 那么你们也来举个例子吧 小刚同学立马跳到凳子上 抢杂道 刚买的电视叫新电视 看久了电视叫老电视 很不错小刚同学 那么还有谁能举个例子呢 老师我来我来 台拉的史叫新史 放久了叫老史 滚出去 小明啊小明啊 这就是你造的业吧 好好赞一遍发赞吧 嘿嘿嘿 在数学课上 老师正在写着一道除法题 然后问同学们 然而老师发现熊孩子小明 跟小刚两个人正在窃窃失语 老师拿起粉笔头 直接丢向小明 被砸中的小明 懵逼的视出张望 这个时候老师愤怒的说道 小明你来回答这个问题 老师我不会啊 除法有那么难吗 惩罚你会 除法你就不会算了 老师这两个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 除法就是惩罚的逆运算 正的你会 逆运算你就不会了吗 拉屎你会 你给我吃个屎看看 小明你给我滚出去 小明啊 你这个逆运算算得不错啊 我给你呗 喊出教室 哈哈哈哈